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完第十场 二班千四 状态好的马 电子群星 我觉得就较为好些 其他很多也都很平均 甘哥仪初榜利 至于超级军团 他也是插班初出 还凌口含铁第一次用 好 先看这一只 神操的配备 跟他跑整天都不同 头罩交叉秘枯的星运指着 这些马就操练都算是完整 有杂 我觉得他跳都可以 这些全部都星期五跳 好了 再看看试集 加州得逊 加州雷电 仗耀转了配备 但入集有些扭手 在后面的妈妈 慶高彩裂白臂良 绿绿色衫 你看他怎样留得到 外面是电信巴打 放不到在后面跟着 时时信仪 后面还有超级军团 就在最后面 加州得逊现在放了出来 如果你只跟加州雷电比较 加州雷电大胜很多第二位 但是加州得逊 试跑那种姿态 就行过加州雷电 两种完全不同性能的马 但是如果你这样看 加州得逊会比较 仗耀跟前了 就变得回来不多 第五那只 当然要留住 自己查一下 后面的试试信仪 跟得一样 马地 慶高彩裂 现在美试在里面 过了中点之后 跟得逊 走得上 走得上一点的 马都 也不是很差 看回加州得逊的单跳 这些也是 神操我们经常说 是容易吸引的 他肯走 经常都 垂下头 躲向前 形态是挺好的 你记不记得 好像下过呼吸机 很久是加州得逊 那时 这只都要 不过我记得是久一点 但是他赢过 然后标棋 最暗牌就是这些马 回去重发 他肯定是试习 又不是很差 短途 有些走势 要看有没有追 是的 又看看电子群星的试习 试了个泥地习 先响投炮 是的 他早点 8月17 今季 前面有龙城外仗 但我当作苗里得 那只是常拼常勇 黎凯榮市 这组集电子群星 不过他都试得挺轻松 两只马劫着 他就按着自己扑上来 那都很厉害了 这个电子群星 冲到这个位置 幅声高照 这些都不断试习 试习的了 再看看电子群星 冲到这些分 还想怎样 已经搞得很好 这些马 僵口还可以扔得这么松 以前还会急些 以前是麻烦马 这个电子群星 这只包装泰保 亦试了个杂 他在前面放头 标志未来在他旁边 大藤王第三 第四 升运指着 快步速 胞未胜利威龙 大藤王都未转配備 是的 而且留意场地 因为试杂 当时下很大雨 所以你说那些 正理威龙那些杂 是否如想象中那么差 都其实难说的 他可能顺着试 在后面输很远 快步速 最近镜 最后就追得很厉害 包装泰保 没有你说试杂这样放头 难道你说他跑会放 我觉得不会 仍然都会沿用后追的跑法 我相信 好了 他大动作一些 回报 好像是 不是说很利落 因为有这么大只马 摆前试杂 最 这么多只 我觉得欺试 那些是很容易 什么 我觉得最实际就是这一只 好了 再看看这个信势 赢 他也有个伤患的图案 就是上一次 六月尾跑完 骑士就表示对赤马的动作有些疑虑 那结果就输很远 拍跳他挺好的 这货二号招 是啊 你看看他试杂的出脚就知道 我觉得如果你想跟的话 你就先看看 好 422前面标志未来 根据后面那只 就是胜利威龙 他是曾经缺过阿火的 不过也是很短日子 好了 这只就有些名气的金哥仪 直到来到现在才能够初出 当然那些身型 已经肌肉都出来了 但是那个走势和出步好像比较短促一点 有个十字 那些伤患 一月多的时候 试过都好一点 好了 雪山飞湖 那是不是很厉害呢 又时间快 又在前面跟得急 又摆得前 北半球马 第二次出赛已经即赢 好 看看他试杂是否厉害 镜头左边的灰马 前面就闪电烈马 和那只机缘在握 我记得很快的时间 无眼相机 对 好像最快是他 这一招的这一招 紧张大师也很厉害 是 雪山飞湖 就是会越跑越长的马 所以他都一组要骑了 都可以见亮 闪电烈马就轻松 一直在前面按住 那个好像是潘顿来的 闪电烈马 就是按住来试 其他有什么马值得留意呢 聪明导弹 好运保马 都是在这一组 好运保马 我记得在习前查过一下 即是他要检查过 还是怎样才再试 日后再更准 近镜头 合科年代 有个十字 之前里面那只 就是牛角仔 那只牛角仔 曾经有些伤患记录 因为上次跑完之后 脚有些问题 习都不敢试 是啊 电信巴打 反而这些 又是延续到个涌浪 那我觉得他跳 跟上季在 爬林尾谷草 爬得好 都差不多 不过分就全部都谷草加了 现在转过来 路程又不同了 好了 超级军团 那你见他的步 他前面有两只马跳的 我记得 他在那坐下坐下 掌上挺好 但是开脚 总是觉得流畅度未够 要收身 帝豪宝 他也从重发回来了 功夫就真的不是太多 去到最后才拍了货 感觉上好像有点悠闲 来到第十场 二班千四米 这一组都势均力敌 很多明星马在 亦都提醒大家 有这个四重彩的多宝 所以大家都值得 动多些脑筋 四重彩先找胆 一只胆好 两只胆好 都要先找 我觉得包装太保 甚至你说 电子群星那些马 都是可以考虑支列 因为两只马 都有它们准成的地方 九号雪山飞湖 就是要一只引证的马 因为时间 去年可能受过场地影响 它好像做得很出色 所以今年 看看它能否延续到进步 要再看 当然 你说一些北半球马 在香港第一次跑千四 第二次上阵 赢得到的 当然很厉害 试集短途 它都不错 当然要留意 但如果你持续 加州得讯 难道不要别人 那一只都是跟它一起跑 大家都是跑得好的 但是我觉得 星雲指着 在这里九十七分 和后面那些马断了层 超级军团 走第一志愿 那只不一样 但是这只落斑 做齐事 星雲指着 我觉得是要要的 另外一只 就是一只包装太保 希斯就周街都是的 说到那些马 就是肥仔聂聂 又危多科 又紧张大师 又用眼光那些 但是那些是一些很新的 而是暂时未知道 那些马可不可以 遇到有挫折的那些马 亦都一定会延满 但是这只呢 是追得 而是有经验较为多些的 所以你综合这么多 大家两个大集来计 我觉得包装太保 是最硬正的 同时间你可以 亦都看完 当日的场地 你怎样跑 你才能动手 都可以 所以我觉得这只马 是要高度重视 另外就是顺势赢 刚才你也所说 就是 试过那些马开脚 不知怎样的 你留意试集就知道了 今场就大概 和大家研究这么多 这次赛事 也有初出马 先看看血统底细 金哥仪的肺 Servano 星雲来 这是马上季有马赢的 成功升驱 第八马 其他的成员表现一样 任我行 仪威 波哥哥 红宝金坚等等 都没有什么表现 星雲来 很早期的女王杯冠军 来 数到2001年 那一届 最近 刚刚离开了 如果看星雲来 他服务时候赢马的路程 都是要长些路程 赛事适合跑些 1400米 赢到2200米 他合共赢7场头马 至于金哥仪的母 曾经赢过三场头马 赢1200米到1400米 在南非赢 母线家族的其他成员 大部分短途跑开 就由短途开始 但跑下中距离赛 或者长路程赛事 更适合跑的 都挺多的 所以看了父母两线 金哥仪 看起来不像短途马 中距离跑下1600米 到2000米途征的赛事 这个途征范围的赛事 应该才适合他跑多些 金哥仪来香港之前 在南非上过六次 就赢过三场头马 三次赢马 途征不是1400米 就是1600米 三次赢马 全部左转赛道赛事 右转赛道赛事 他还没跑过 直路赛 他跑过 也上过名一次 苗里德马房的初出马 上季表现就认真一半 因为上季整季都见不到 初出即胜 或者初出上到名的 苗里德马房的新马 超级军团的负 就是Severville 小法宝 尼系马上季成绩仍然保持得很好 大洪峰又新升 另外电路3号 刀柏名区等等 都很多马赢 尼系马近季 在香港都挺稳定的 比较迟熟 到4-5岁 多数都跑得挺稳定的 一路可以进步 而超级军团的武线那边 有3匹的同武卿奖 都跑得好 波兰武士 力巴仙 和欧罗士 三匹马虽然都不在香港跑 但在澳洲方面都赢得分级赛 尤其是波兰武士 懂得打给亚军 而无线家族的其他成员 大部分跑一里赛 或者长一些路程的赛事 会适合跑 所以看了父母两线 这部超级军团 看来起码都要中距离赛才适合跑 长一些路程到2000米 都没问题 超级军团来香港以前 在澳洲的新南威斯州 和维多利亚州 合共上一阵十二次的赢了两场头马 两次赢马 一次是1400米 一次是1500米 两次赢马 都是右转赛道的赛事 直路赛还没跑过 此外超级军团在色尼打比大赛 跑过第二名 方家拍马房的初出马 上季一出即胜的马 有四匹那么多 他们就是风流人物 喜丰堡 楚霸王 和大洪峰 超级军团 去年4月4日 参加过色尼打比大赛 这场赛事是2400米一级赛 三岁马 在色尼那方面的最高荣誉赛事 镜头看到前面 已经内档 橙衣那匹超级军团 一直逼着前面 带着头一只Quick Finker 两匹马拍着斗 其实第三、四名的马 都离开香港跑了 第三名那匹 现在指示D300 飞轮闪耀 第四名远远堕后那匹 蓝山那匹 包装永胜 但是超级军团这场赛事 跑赢飞轮闪耀 和包装永胜 10场赛事 都和大家研究过 再提醒大家 今次开来日 就是星期日 9月5日 10场草地赛等着大家 1点正开跑 到时的节目 再和大家研究过 拜拜